欢迎收看 近期的台湾 我是廖婷娟 带您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新北市巴黎有一家快炒店 自从在去年推出了 超浮夸的海鲜烫风大拼盘后 便一炮而红 瞬间成了网红名店 因为它分量多到出菜时 得靠两个大男人一起扛 才能搬上桌 帝王级的海鲜大餐 吃得到泰国虾 红巡 龙虾 奶油被等等十多种海味 难怪让许多人去之落雾 纷纷前来朝圣 但你可能不知道 海鲜达人 人称阿琪师的王盛琪 其实并不是餐饮科班出身 年轻时当过水泥工 在铁工厂上过班 但一直怀抱料理梦的他 决定勇敢自己创业 只是刚开店时 无论进餐厅或做菜 都不知道诀窍 偏偏遇到最依赖的厨师出走 让他一度快撑不下去 他是如何靠不服输的意志力 逆转胜的呢 一起看看他的故事 重达五十斤超浮夸的海鲜痛风大拼盘 一转上锅 掌声惊叹声不断 洪海壮观的摆盘 让在座的每位客人又惊又喜 舍不得先弄筷子 而是拿起手机 抢先拍照 好 好 好 洪海鲜 赞 臭风餐 赞 吃到好 吃得很爽 他心里很新鲜 他心里很新鲜 他心里很爽 第一次看到这么丰盛 而且菜也蛮新鲜的 吃海鲜种类非常多 对对 而且也蛮实在的 各式各样的海鲜都有的 把海底世界里的虾兵蟹酱 全都聚集在这个华丽的旋转舞台 每一只生猛海味 都是伸展台上最佳男女主角 比扮豆还要高规格的海鲜拼盘 有肉质饱满的龙虾 蟹黄香甜浓郁的红裙 和鲜美弹牙的泰国虾 以及鲍鱼 淡菜 奶油杯等等 十多种海味分量给的豪迈 鲜度自然都在画下 没有看过 因为它整个所有的豪料 通通放在上面 龙虾 我觉得龙虾分量超多的 四只龙虾耶 真的很好吃 这一家很有特色的台湾味 你看 麦子跟油饭 正宗的台湾味 红蟹 螃蟹 龙虾 对不对 它不是就是清蒸而已 那还有那鲍鱼羹嘛 有一个朋友来这边吃 然后他说很好吃 然后大家都吃看看 因为我今天是 今年我毕约 然后我爸我妈从越南来 然后都待这边吃看看 不只在地人喜欢 连外地观光客也都慕名而来 人称阿琪市的老板王盛琪 说他当初会设计这道 海鲜痛工大拼盘 完全是在一次偶然机缘巧合下 无意间设计出来的 这无意中就是 朋友说他老婆生日 叫我帮他用海鲜 他老婆喜欢吃海鲜 他就是说 帮他用一个比较漂亮一点的 很多人就喜欢这种大盘菜这样 再一个巴西米给我 像一般拌桌的话 都是以食人份下去算 譬如说鲍鱼 他都会放10个之12个而已 那我们就是放到20个 真的有人吃一吃 回去真的痛风 有的人都说他们来吃 药都准备好了 痛风药啊 真的有客人还拿给我们看 所以他们一直来吃这一餐 痛风药都带出来了 让客人吃到痛风也甘愿 欲罢不能的销魂海鲜大拼盘 准备起来十分费工 他其实每天都要起个大早 亲自到逐围的渔市 采买熊青岩海味 我们都会用当天 用都是用火的 没有再用冷冻或是MG的 海鲜的话 活的跟冷冻的吃起来就差很多 鲜甜度真的差很多 对 一般我们喜欢吃 通风药平盘的人 都是一些老套客 喜欢吃海鲜的人 他们一吃就知道了 对 我们都是坚持都是用火的 当天活体这样子 大概都差不多四五万吧 因为这个活的本身就比较贵了 对啊 因为我们是火力多加啦 就是让客人能够吃到最新鲜的 有客人进来我们才有钱赚 我们宁可赚少一点 不计较成本多寡 只想给客人最好的纯粹信念 零零总总最高纪录 一天就买了上百斤的海铲 而且阿祺师时不时 还会准备一些特别的好料 替客人加菜 现在好吃有没有 我们都会多给客人 多一样给客人这样子 一般外面吃的 有时候都冷冻的 那像这个是马煮的 很好吃 蝦子也有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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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子也有蝦子也有蝦子 蝦子也有蝦子也有蝦子也有蝦子 蝦子也有蝦子也有蝦子也有蝦子 你刚才那个都有帮我夾了 都夾了 好 一代又一代的新鲜火海� 这些今天的站立还算不错 算是满载而归 阿琪师回到店里 就得像知情老的工夫 马不停蹄的开始忙碌 鸣鸣 没给他挖 待会吹牛了 对啊 对啊 螃蟹急着清洗 刚从鱼市场买回来的新鲜火鲍鱼 也得赶紧下锅穿烫 阿琪师要把快炒店的菜色 做成五星级的美味 每个小细节都不能马骨 凤凤餐就是摆盘 跟处理那些海鲜 比较费工 其实摆盘 你就是距离要把它抓好嘛 排甲的东西才不会挤在一起 才会好看 那如果你都把它挤在一起的话 距离没有去抓好 排甲的东西就不好看了 做了一手好菜的阿琪师 其实并不是餐饮和班出生 年轻时的他 什么工作他都做过 当过水泥工 在铁工厂上过班 也在夜市卖过卤味 当初会开百元肉炒店 是因为看见商机 以为做这一行会有赚头 但回首刚创业时 可是把老本都赔进去了 这家店当初 前前后后这样子花起来 本来我们自己预算是说 差不多三四十万 结果一用下去 哇 资金不够 这一间店是从开始这样子用 用到好这样子 要花了一百多万 对啊 跟我们想象中的差很多 他是想拼看看这样子 因为毕竟他是 因为我们刚开始十年前的 热炒一百是很夯的 他想试看看 我都是觉得说 我们真的很有很大的勇气 投资很多钱下去 然后刚什么都不会的时候 其实真的会害怕 夫妻俩刚开店时 无论做菜或做生意 都不知道诀窍 不会炒菜的他们 只好请师傅来做 但这年头员工难请 在一次过年前 客人早已定期的尾牙 师傅突然闹脾气不做了 让夫妻俩措手不及 他就在过年前 就是在办尾牙的时候 他突然坐一坐 就说他要请假 就走掉 过年就是最忙的时候 那如果厨师不在的话 就真的是 我们也真的会觉得害怕 他其实很担忧这样子 他怕他自己做不了 但好胜的阿琪师 不愿意轻易妥协 接下店里主厨的位置 发奋学习厨艺 只是这位餐饮界的新兵 竟然被人质疑 这做的菜能吃吗 被人家笑的时候 他真的是 他自己很难过真的 但他看不起他 然后我们自己慢慢做出 我们自己的东西来啊 他是为了 憎他那一口气 有时候都会在想说 到底我们要把 要怎样把生意的人做起来 而且你一间店 钱花下去了 我们也不敢说这样就收起来 最大的原因就是说 我不要用看步 不要用笑 不断的被人否定 却激发起阿琪师的斗志 店不只要继续开 而且要做得更好 来 跟着那个肌肉来 太够了 可以先出一桌 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之下 夫妻俩拼了 就这样多年媳妇熬成婆 苦熬了十年 颓势开始逆转 生命渐渐有了起色 去年推出痛风大拼盘 一炮而红 原本默默无名的热炒店 瞬间变成了网空名店 出现在新北市巴黎的料理 被网友称为痛风大拼盘 由这些大部分 都是由新鲜的海味组合而成 吃吃就是有客人看到 PO上网 PO上网之后 就一下子就爆红 真的会吓到 那个电话真的 真的亮到不行 刚开始的话是真的 因为应付不来 因为你一个人变 变从头到尾 我就一直在讲电话 从早上的10点 到一直讲到11点12点 没有停过 那是街道手软 然后电信局还来说 你的电话是坏掉 客人打不进来 还帮我暴凶 还有要打包的吗 针对这些客人 很多那种订了 然后会再来的客人 我们都特别感谢 因为毕竟我们受到肯定 有被肯定的感觉 才不错喔 我每个月还可以报告好不好 可以吗 可以啊可以啊 欢迎欢迎 人都到齐了吧 到齐吧 到齐就可以赶快开动了 我建议是从生一片先吃 因为生一片不能放太久 大伙讚叹的表情 力中满足 是再多的金钱也给不了的 好厨艺 让阿齐师的料理有了曝光度 对他来说 人生有起有福 这些都是必经的过程 给你来 给你 把太子爷恭敬的安放在神桌上 烧香祈求 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好 这是阿齐师不可或缺的信仰 与心灵寄托所在 这是我们一个信仰而已 他其实他帮助我很多 在太子爷的眷顾之下 阿齐师的店面天天客买 曾经用来替朋友庆盛的拿手菜 如今成了他谷底翻身的本钱 许多童业也纷纷跟进 他们好像是叫什么终极通风宴 行李再让做 人家人模仿我们 是我们的荣幸 对啊 表示我们的菜应该不错 人家才会去模仿 对啊 这是我最骄傲的 做吃的以来 我最骄傲的一件事 只要有实力 就不怕被超越 模仿竞争 阿齐师走过风风雨雨 如今他靠着独一无二的 痛风大拼盘 在竞争激烈的餐饮市场 闯出一片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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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